大家好 很多人呢 在这个文心兰呢 已经长出了这个新芽 以后呢 就急匆匆的要给这个文心兰 新芽施肥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呢 因为文心兰 他刚长出新芽的时候 对肥的需求特别的低 他其实这个时候呢 是不怎么虚肥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施肥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他出现这个腐烂 或者是啊 脱落的情况 我们想要施肥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等到他的叶片呢 已经斩叶了 就像这样子 他这种新芽呢 他已经斩叶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给他施肥 如果你过早施肥的话呢 会导致他这个新芽脱落 或者是呢 卷曲啊 叶片发黑 会出现这个肥害 但是我们给文心兰施肥的时候 有两个要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等文心兰他斩叶了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施肥 施肥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首先施肥第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沿着这个盆边胶 不要浇到他这个叶芽上面 如果浇到叶芽上面 或是流到叶芯里面的话 会导致叶芯腐烂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在给他施肥的时候 比如是用这种兰科有精养液 那么这上面的话 他是建议呢 稀释五百倍灌根 但是我们第一次施肥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用这么高的浓度 我们可以给他 稀释大概一千五百倍 然后呢 定期给他浇灌就可以了 等到大概过半个月左右 我们呢 再增加这个浓度 然后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浓度呢 增加到一个正常的用量就可以了 所以呢 文心兰在刚长出新芽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着急给他施肥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